找誰 各位委員各位官大早 我想找那個財政部張部長 學員好 部長你好 部長我請教你齁 我看你的態度跟看法 你對台灣金融業的深化 你同不同意 深化 可能深化這兩個字我要再繼續了解一下 你要回去做功課 是 那你的看法咧 是要做功課完了以後才回覆 還是現在回覆我 就說我要了解委員那個深化他的內容 好 那我請教你齁 你對於銀行的整病 你的看法如何 整病齁 如果有能夠發揮忠效 那個程序很公開透明 當然我們是樂觀其成的 對 部長 我想金融業 對於治理管理是嚴謹的 是誠信的 應該是透明的 只要是不管是公開發行公司 或是IPO的 都是有主管機關在治理管理 對不對 是不是 是沒有錯 那怎麼變怎麼不會是公開化透明化 我們哪一件事情是偷偷摸摸的 應該是沒有吧 嗯 對不對 是 那對於台灣的金融業的深化 那你的看法 我現在講了這麼多了 解釋這麼多給你聽了 那你的看法是如何 就是沒有錯啦 我剛剛講的 第一個發揮 能夠發揮 整病的忠效 那能夠照顧到股東的權益 另外就是整病的雙方 要合議啦 兩個人的要同意 那是當然的啦 是是是 因為潛意都不能有受到任何的損害 那我再請教你齁 你認為現在台灣的銀行加速 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加 加速會不會太多 還是太少 對一般都認為 還是符合 一般都認為加速過多啦 那銀行規模不夠大 喔這樣子喔 是 那你就贊成台灣的金融深化囉 嗯 這個如果深化是這個意思 當然當然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 那你是不是贊成囉 我整病的 如果變成 我剛剛講的 如果整病規模大 可以代表忠效效果更好 那當然是贊成的 你是同意嗎 是 那前一陣子有一家銀行 不管是大病小小病大 或是如何 你那個時候是在堅持什麼 堅持的是國家的利益 國家的利益 利益不能葬送 對 那你代表是當那一家 上一次那一家銀行在 在合併的話 就是不透明囉 呃他的利益是不對的 不對的 不對的 那利益既然不對的 都會講的嘛 可以學調嘛 好好的談 不是嗎 但是 呃這個 在過程中是已經感覺到 那因為還沒有 他是還沒有 他應該在陽光下 你怎麼知道是不對等呢 呃事實上在97年 他也做過一次了 事實上是了解的 了解他的意圖啦 部長我們都要非常清楚 是是 台灣在台灣的金融界 說真的你剛剛講的 嗯 我們倍是太小 嗯 我們必須要整病的 我們現在目前的狀況 是有整病的空間的存在 嗯 你同意嗎 是同意 同意嘛 那既然是這樣 如果是說哪裡不合適 哪裡不對 哪裡不對等 哪裡有偽期 透明化嘛 是 那應該你 你應該是贊同囉 呃我同意 銀行家屬整病 並不代表說 剛剛你講的那兩家 齁 就是張營跟台欣營 我並不是說一定暫時這兩家 那你是說 那兩家要合議啊 那立業 對 部長你是說那兩家有問題 是不是 呃 那如果說裡面有什麼偽期 裡面有什麼髒亂的 我們要石頭要把它搬開嘛 我們 好好清理道路嘛 不一定要跟這一家合併 也可以跟其他家 所以這就是 這就是兩家 我說合議的意思嘛 部長我告訴你一句話 你聽一下齁 千里孤山偶獨行 你覺得怎麼樣 是不是你的想法 千里 千里孤山偶獨行 嘿 嘿 你不知道齁 我那個好像是那個 那個武俠小說的 講什麼 千山我獨行 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 是 金融業的老兵啊 9A的總裁啊 是 他的看法 我跟妳講 他是引述喔 引述那個誰啊 那個麥肯熙的報告說的喔 說台灣的金融業 維持十家就過了 公股銀行維持一兩家就過了 這個是金融業的老兵講的喔 所以我們公股銀行 那我們在座的 治理監督 所有台灣的金融界 所有IPO的主委都在這邊喔 他們都同意喔 所以我剛剛跟你講 千里孤山我獨行 你不要那麼孤單嘛 事實上那個 對不對 剛剛講委員您剛剛講的 因為好的事情 叫樂觀其成 因為我們是在治理台灣 讓台灣經濟更好嘛 對啊 我剛剛也講過啦 如果兩家合一 又能發揮忠孝 我樂觀其成 對嘛 樂觀其成嘛 那好 那我再請 請教你 你既然是樂觀其成 那你認為是說 如果說不好的 不管是公公病 公司病 施工病 那些主要是好的 因為台灣 說真的啦 這個輩子太小 在世界的能見度也太小 人家我們50家安全名單的銀行 我們都沒有了 我們是不是要趕快卡位 擠進去 讓台灣有一家是安全名單的銀行嘛 這個是我們的目標嘛 部長你同意嗎 這當然牽涉到金融政策的問題啦 對 這個不是我講的喔 全球全球雜誌喔 全球金融雜誌講的 不是我講的喔 問題就是台灣有9月的總裁 沒有安全50家的名單 昨天主委講說 我們台灣的銀行是非常安全 這個大家都認同 因為 是誠信 在治理嘛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想說 金融 因為你是財政部長嘛 你如果是說 因為你佔的有股錢 當然你有你說話的立場嘛 保護啊 大家都同意嘛 那如果你可以的話 是不是說 趕快的 讓台灣有 那個亮點 立足點 你同意嗎 同意你的看法 對 好 那那個主席 主席 主席我現在請那個 國 那個財產 國有財產署是嗎 國有財產署 署長 署長你好 我想請教你齁 我這邊有幾件事情 是一個民意的反應啦 說現在在升過國有的 不管是齊連地的合併 或是作業的準確 或是說都更的準則 說你們的速度說相當的慢 那慢的理由是怎樣 是說前一陣子有一些發生一些施化的問題點 而現在你們動作就 估價估得最高 然後動作拉得越慢 說這個是你們的指標 然後聽說 說我們的署長的管理啊 說你的管理是說希望 就拉跟拖跟推 有這個道理嗎 完全沒有 沒有 那你說沒有的話 你可以激勵你的效力 好不好 說實在 說實在 這些的這個 申請的這個 足夠的這些事情 的這個案件都蠻多的 那我們說到這種案件以後 我們第一個一定要派人去勘查 那要勘查的項目也非常的多 所以回來以後呢 還要再經過審核 然後還有可能再產生另外一些其他的問題 所以時間一個土地的這個處理大概沒有那麼快 像大家所想像的那麼容易 那麼那麼容易或那麼快了 那試問你 你說沒有的話 那你的流程 你的作業 你的時間 差不多是多久時間 在你的定義裡面是說沒有 看案件的性質的不同 它有不同的一個時間 當然 我承認 某些事情是有一些會被民眾認為說太嚴格 民宴高騰就是說因為你以民 國產署以民真理 就是估價估得高高的 然後比市價行情還高 然後時間又拖 這個是 說聽說是署長你下達的指令 有這一回事嗎 從來沒有 那你們所有的部署 我們有一些人民去問的話說 啊這個蘇敬文一署啊 就以民真理 估得高高了 才不會有一些司法的問題 但是我認為 既然是一個公務人員 應該不是這種作為才對嘛 對啊 不會 我從來沒有講過這種話 但是不會怎麼會有聲音 那麼多咧 那誰講的我也不曉得 喔這樣子喔 對啊 那你以為我是馬路聽來的囉 不是 我可以在這邊跟委員宣誓 就是說我從來沒有講過這種話 我是在馬路聽的囉 道聽途說囉 署長是這樣喔 不是 不是 跟委員報告 那你試問你可以看一下 我從來沒有表示過這種意思 我也不主張這樣的願意 可以看一下是說 你們所有的聲過也好 或是都更也好 這個準則 時間是多久 時效是多久 期程是多久 估的價錢是以民真理 有多少件 你應該看看啦 因為我是聽著人民的聲音 來給你反應 在這個殿堂上 有機會給你反應啊 沒有 平常的話 我們署長都是高高在上 不是嗎 委員所指教的 我們會回去研究改進啊 但是剛剛委員所說的這個事情 我是絕對沒有這樣說過 好那我再請教你齁 署長 你們國有財產有一個開發基金 有沒有 是署長 你是代表人嘛 對不對 是是 那你的執行力達成力好不好 目前來講並不是那麼好 那為什麼 原因 剛剛我講你不好 你說你很好 那你現在的基金是有數據的 你才說不怎麼好 你知道你的結算式跟你的執行力差很大 你一百年度的話 執行力二十七點幾 是很糟糕的 我可以跟委員解釋嗎 這個是你們的 這個是你們的業務 你們要做的執行力就這樣子了 那試問 人民的要到你們 那個那個那個國產署去辦 辦事情 或是去申告 或是去討教 或是有什麼問題的人去請教 都是推偷啦 署長 跟委員報告 這兩件事不能夠相提並論 開發基金的績效不好 主要是它有幾個開發案 受到這個這個延誤 譬如說講我們的財政訓練所 我有公開招標 但是人家不來投標 我們要投兩次 結果都不來 所以我這個執行進度 第一個就落後 另外一個 我們有兩個都更案在進行 但是台北市政府 對於這個都更的內容 你這樣講 署長你這樣講就不對喔 你說落後的話 比如說 你是自己把自己的基地沒有看清楚 你們專業人員沒有看清楚 產生的一個案件就推偷啦 有齊連地的事情出來 就會這樣子啊 你們還虧了九百多萬囉 應該解釋不是這麼解釋 然後你們一百零二人才在補辦那個 補辦那個預算喔 我時間有限啦 我不是亂講 這個是因為人民的聲音 我知道 我必須要來講啦 你要是不滿意你還可以再問他 你如果主席這樣才是說 講到我滿意 你就讓我再講 我講十問怎麼可以 沒有啦 現在就是 我講給他須底下記跟你講 講給你滿意 那你如果沒有滿意 再過來問他 這樣好不好 好可以 謝謝 好 張部長請回來 我們接下來請 謝謝